我们是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完成了历史5个月公级12集的房车北极型系列视频的更新后,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提前制作插播了圣诞新年春节特级Vlog,接下来的两集将把北极之旅结束回到家后,发生在圣诞节之前,同样精彩的日常生活Vlog分享给大家。 在这两集结束后,就将正式回归2023年最新的视频更新。本集记录了凯文宝贝人生中第一次入学的经历,以及在加拿大如童话一般的秋天,爸爸驾驶着我们新买的木马人Rubicon两门越野车,带着全家来到美如世外桃源,人气罕至的野外,为凯林宝贝庆祝两岁生日的浪漫回忆。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加拿大最美的季节吧。 凯文9月2号就上学了,报的学前班,人生中第一次去上学,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学校,然后现在我们全家出动开车去给凯文买那个小书包,还有水壶。凯文开心吗?凯文可期盼着去上学了,当时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哈,还有玩玩具。凯林先陪着哥哥哈,等以后长大了已经也去上学。 这个小书包看着还行。凯文小宝贝人生中的第一个小书包,现在还得去看哪有卖水壶的。 现在到沃尔玛给凯文买小水壶。 哥哥一个凯林一个小水壶小饭盒这回都齐全了,就等着去上学了。 今天是9月2号,凯文人生中第一次要去上学,然后我现在要给凯文把小书包装上。 这加拿大的福利是好,小朋友上学从4岁开始就全都是免费的,而且不得学费免。 就是什么文具啊,笔啊,纸啊,你都不需要自己带,就学校都给提供。 今天第一天去上学就11点半到那儿嘛,就进去一个半小时就出来了,今天就结束了。 所以开玩也不需要带盒饭,就只要带点小点心就行,带个小水壶。 然后这个就是前两天去给他买的那个水壶,已经给他灌满水了。 给他带了两块绿豆糕,然后一个鲜花饼。 下边放了两片苏打饼干,这样一盒小点心,然后再配上一瓶水。 然后这书包裏我已经给他放了一小包湿巾了。 然后再给凯文拿一件这种薄薄的,这种小外套就行。 有一丢丢的沉呢。 我们小可爱今天就要第一天上课了哈。 爸爸妈妈比他还兴奋呢。 我们可爱的小宝贝吃完饭,现在背上自己的小书包了。 全家出动,送他去上学。 凯里可积极了,陪着哥哥去上学,送哥哥上学去了。 大小哥排队。 现在学校离我们家特别近,我们这房子就是学区房,直接就走着就能上学。 凯文从出生到现在的样子都在我脑海里,然后就突然背上小书包了。 好感慨的感觉,日子过得真快呀。 我们的小小人也很快就要上学了哈。 大喽。 好多家长都在这儿等着入学了。 结果是需要排队。 对,排队。 凯文,你好。 凯文,你好。 凯文,你学习中文和英文。 凯文,小宝贝去排队了。 这些都是他的同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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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在外面等着你啊。 等着你啊,在外面等着你啊。 在外面等着你啊,在外面等着你啊。 在外面等着你啊,在外面等着啊。 在这儿等着啊。 在这儿等着啊。 紧张的。 吓了。 入学的第一天。 还回头看我们呢,太可爱了。 现在我们先回家啊。 然后等一会儿他放学了。 我们三个再来接他。 看看凯文一会儿有没有哭啊什么的。 不知道第一天适不适应。 凯文一进去,凯文就在那儿指着哥哥说, 哥哥,哥哥。 还以为哥哥被人领走了呢。 这天蓝的。 这松树在这蓝天前面看着就跟假的似的。 今天是五年以来, 从我生了凯文, 整整五年。 然后我跟凯文第一次分开。 然后今天第一次就是回到家, 没有凯文跟着我一起进门。 还挺想凯文的, 就等着一会儿去接他回来了。 哎呀, 也不知道哥哥在里边有没有哭啊什么的。 已经12点55啦, 好激动啊。 这回我们骑着滑板车去接哥哥放学。 出动我们的滑板车。 看看凯文在我后背上呢。 出发, 接宝贝回家啦。 这边挺严格的, 就是家长一定要到老师的手里把孩子领出来, 老师才会教给你。 哎呀, 不错啊, 看着状态挺好哈。 也没哭挺好。 但身上还贴了名字。 小可爱到家啦。 我们凯文大宝贝今天表现真好哈。 我还以为今天凯文得哭呢第一天上学。 没想到特别淡定。 接下来上学不用担心了。 凯文可逗了, 刚才回来洗手洗脸洗完脚。 然后就开始跟我说, 就是今天带了那个snack那个小零食的小饭盒。 然后中间有一个时间, 老师让所有同学都把自己的小饭盒拿出来吃那个小零食。 他就看到别的小朋友带了绿色的小葡萄, 给他馋的。 还盯着别的小朋友自己饭盒里带了什么吃的呢。 我们到了沃尔玛, 这边有一个photo service。 今天带两个小宝贝来拍护照的照片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国, 提前先准备好。 回国呀, 或者说是去美国玩什么, 都需要护照。 拍照咯。 放松,坐直开了。 对,把后背挺直了。 好,来吧。 对,给妹妹了。 谢谢。 好呆萌啊。 两个小可爱可配合了, 现在等着打印呢。 刚才拍完了之后, 突然通知我们, 他俩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不行。 然后又重新给他俩去选了两个不是白色的衣服。 小帅哥, 穿着一块跳舞餐也没错。 刚才拍的四张不行, 重新拍。 给凯琳拍了。 挺可爱的拍的。 现在是早上七点多, 然后今天是凯琳第二天上学。 看现在外边太阳还没出来呢。 然后今天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给凯琳做上学带的盒饭。 。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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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面邻居家的这棵树好美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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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